武则天家世低位吗 李世民爱过武则天吗 武则天后来成为皇后 只是因为理智的恋爱脑吗 武则天有没有杀过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呢 他做皇帝做的到底好不好呢 政治与亲情完全不能兼容吗 一说到中国奇女子 大家首先点名武则天 确实一个本来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 不仅给自己凭空造了一个名字武赵 还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则天大圣皇帝的位置 成为中国唯一正统的女皇帝 这事很励志 洛宾王写陶武赵席 上来就说 伟邻朝武士者姓非和顺 帝时寒威 那武则天是否帝时寒威呢 这个要看怎么说 他爹武士约本来是做木材生意 资助李渊起兵而发达的 最终是在荆州都督任上去世 那怎么说也是一个省部级大人了 但是唐代的门帝 延续的是魏晋风气 至少要三代以上的高官才算士族 那像武士约这样的呢 只能算爆发户 洛宾王作为唐朝人 评价武则天出身低 一点问题都没有 武则天的出身啊 还不只是低 他还乱 那武士约呢 本来有一个原配的妻子 叫向李氏 向李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 武士约在外面为李唐事业奔波的时候 向李氏和其中两个儿子 先后在家中病死了 唐王朝建立以后 高祖李渊才撮合了武士约和隋忠式的 杨达之女杨氏王魂